现在马来世界王国的文化遗产在经济活动的独特性方面被讨论 马来世界王国的经济活动取决于定居点的所在地 在某个位置的定居点发展后 居民们就发展可赖以求生的经济活动和商业 以下是三个影响经济活动进展的主要因素 它们分别是土朗的肥利、灌溉系统和港口的建设 第一个因素是土朗肥利鼓励农业活动 土朗肥利的地区有魅公河、穆西河、索罗河和布兰塔斯河 第二个因素是鼓励农业活动的灌溉系统 马来世界王国拥有建立灌溉系统的技术 例如建立水库和输水系统的技术 该灌溉系统鼓励主要农作物 例如水稻、香料和农作物可全年被种植 第三个因素是能够鼓励贸易的港口建设 在战略位置建造港口容易被东西方的商人拜访 马来世界王国的港口以三种形式发展 首先供应商港口作为货物收集者、经营者和分配者的供应商港口 第二政府港口这是当行政和国都建立后 由供应商港口发展而来的政府港口 第三中转港口这是向外国贸易商提供食品和商品的中转港口 居住在马来世界的人有以下优势 这是使他们能够进行当地经济活动的优势 他们在航海知识中有很强的技能 他们精通复杂的海和航线 社会文化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事项看出来 这些事项是文字与语言、文学和建筑 这三个事项将在接下来部分被细数 首先马来世界王国的文字与语言的发展被讨论 马来世界王国的文字与语言的发展受到了外来势力的影响 例如来自印度的卡维文字和帕拉瓦文字 被用于当地和繁文的写作媒介 阿拉伯字母被调整为马来社会遗留至今的 加维爪移文字系统 关于马来世界文学的发展 文学是在有文字系统诞生后才得以出现的 通过文学智能得以展示 最初文字以石碑的形式发展 然后作品以手稿的形式诞生 文学的发展由马来王国继承和传承 关于马来世界王国建筑的发展 建筑的产生目的是使生活变得更轻松 例如农业、航海、贸易和宗教活动的发展 熟练的造船者出现于海岸和河谷 现在马来世界宗教实践的独特遗产被讨论 宗教给予马来世界王国人们生活的影响 以及可以丰富当地社区文化 有六种宗教实践的文化遗产独特性 这包括了开放特质、宽容、宗教成为国家与人民团结的象征 宗教人士被给予独特的地位 大寺庙被建成 伊斯兰教的传播发生 这六种宗教实践的文化遗产独特性将在接下来部分被细数 首先开放特质 早期的信仰被印度教和佛教的传播调整 然后伊斯兰教和平的传播 社区中的各种宗教信仰 反映了马来世界王国文化遗产的特质 例如在同一时间 一部分战巴和乌哥王国的人民信仰者印度教 还有一部分人民信仰者佛教 第二宽容 印度教徒把普兰巴南神庙建立在爪哇中部 佛教圣地婆罗浮屠寺的附近 关于宗教成为国王和人民团结的象征 国王需要宗教人士因为他们可以巩固自己在王位上的地位 例如婆罗们生理在国王加冕典礼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乌哥王国的建立者贾亚瓦曼二世 被一位名叫亦兰达玛西兰耶陀摩的 寺庙被建为王国的伟大象征 清真寺被建立为朝拜教育和慈善中心 伊斯兰教育体系的私俗或伊斯兰学校上的独特性 一直持续至今天 这是第四章马来世界的信仰和文化遗产的独特性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请您把视频分享给有需要的人 同时别忘了通过订阅来支持我的频道 您的订阅是我继续制作视频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